每天吃一瓜蜂批姐巴巴巴 白鹿跟敖瑞鹏的白月范新手之预告出来之后 好多人说 像苍蓝爵特别南方的装造有种熟悉感 但是不是有copy之意就不妄言了 这部剧是A级剧 但白鹿的片酬是按S级去给的 算古偶顶格片酬了 对白鹿来说这部剧如果成功了 那他带新人的能力就会被认可 片酬咖为什么的会再进一个台阶 像杨子热巴那个位置靠拢 而且从演员配置也看得出来 这剧到时候是要女方来扛的 除非中途敖瑞鹏通过什么是什么聚火了 就能变成强强联合 否则就还是以女方为主 现在九五小花 想找个二番男主还挺不好找的 其实八五花九零花也有这个问题 而且得各方面不要太拉胯 奥瑞鹏能拿下也说明他也有被买股 圈里有些资方就是广撒网 看看谁有苗头就再多扶持下 奥瑞鹏也是公司现在的押宝对象 看得比较紧所以网传一些关于他和白鹿的绯闻 主要是之前两人聚餐被拍到相处融洽还互相打闹 就被猜测是不是因戏生情啥的肯定是没戏的 何况张灵鹏和白鹿目前还有联系 也没听分手只不过都在拍戏 所以狗仔拍不到而已